大家好,歡迎來到Hiss彩妝,我是半熙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我只想淡淡的出門的時候我會怎麼化妝 首先戴上隱形眼鏡 日常來講我可能會選擇比較深灰色的隱形眼鏡 看起來比較自然,然後也比較像我本身的眼睛的顏色 接著我使用Dr.Jar的遮瑕膏 那我會點在比較暗沉,然後比較明顯瑕疵的部位 像是黑眼圈、鼻翼泛紅、嘴角暗沉 然後下巴、鼻子跟眉心是提亮 接著把海綿稍微噴一點保濕噴霧 之後用點壓的方式,將遮瑕膏均勻的推開 點壓時不用太過刻意的向外推開 主要是去遮瑕掉本身暗沉或者有瑕疵的部位就好 所以就輕輕的慢慢的去點壓 然後將剛剛上遮瑕膏的位置 有感覺比較提亮就好 那因為我們不是全臉上粉 只有局部有做遮瑕 所以選擇遮瑕膏一定要盡量的符合自己的膚色喔 局部比較細小的瑕疵 我會另外使用膏狀遮瑕膏來遮瑕 那我會使用比較小的遮瑕刷去沾取膏狀遮瑕 之後以單點的方式去點在比較嚴重的瑕疵 像是痘痘、痘疤疤 或者是我局部有過敏泛紅的部分 覆蓋完遮瑕膏之後 可以再用背面乾淨的刷頭去勻開邊界 讓它更加自然 接著我使用乾濕涼用的蜜粉餅 然後我選擇帶有絨毛面的粉撲去沾取粉餅 這樣的粉撲壓出來的妝感會比較自然 那沾取粉餅之後 我會先從臉部中間開始 以按壓的方式上粉 再輕輕的向外延展開來 那我會先把全臉按壓完畢之後 再於毛孔比較明顯的部位 例如額頭或者鼻翼兩側 用輕輕繞圈的方式 讓粉餅更加服貼 也可以稍微的去遮蓋毛孔 魚粉的部位我會帶到眼皮跟下巴或脖子 讓整體的顏色更加均勻 眉筆我使用灰黑色的三角眉筆 然後選用比較寬的那頭 畫出來的線條比較不會那麼銳利 先從眉尾開始補齊我完整的眉型 然後再用螺旋梳稍微的去暈染掉筆觸 讓整體眉色更自然 接著眼影的部分 我使用比較偏霧面的灰黑色眼影 使用煙燻刷沾取 雖然想要淡淡的出門 但是還是要讓眼睛不要太無神 所以在眼尾的部分 以繞圓的方式打上陰影 魚粉再稍微的帶到下眼影 最後再將眼影稍微的往前推 讓雙眼皮上都有淡淡的灰黑色 可以增加眼睛的深邃度 再來使用灰黑色的眉筆 在臥彩下稍微的畫上陰影 讓眼睛更有放大的感覺 然後使用光澤比較明顯 顏色比較弱的打亮粉 以手指沾取後 稍微的點在臥彩上 讓眼睛更有明亮的感覺 讓魚粉也可以稍微的帶到上眼皮喔 眼睛只利用打亮和陰影做出立體感 不另外增加眼線和睫毛喔 唇彩我會先使用一個偏乾燥玫瑰的顏色 塗抹在嘴唇的內側 然後再輕輕的抿開 或者也可以以唇刷向外延展開來 做出帶有一點漸層的感覺 再以一個比較暗紅的顏色 稍微的點在內側 再以手指點開 讓唇彩更有層次感 再來使用剛剛煙燻刷上的灰黑色魚粉 稍微暈染一下眉型 接著我使用灰棕色的修容 去修飾鼻子以及眼窩的形狀 讓眼睛感覺更有深邃的感覺 鼻型也感覺更加立體 因為只要淡淡的妝容 所以陰影也不會打得太重 只是稍稍的去修飾立體感 這樣基礎版的妝容就算完成囉 如果我只想要淡淡的好記色 又不要有太明顯的妝感時 我就會畫這個妝出門 這個妝的重點就在於乾淨的底妝 以及眉眼的立體感 因為我自己適合比較重的唇色 所以還是會選擇較紅的唇妝 也可以自行替換成潤色或唇膏喔 要再加重一點妝感 我會使用小的煙燻刷去沾取打亮 再一次加強臥殘的立體感 接著使用符合膚色的陰影筆 再一次的去加強臥殘的陰影 讓立體感更明顯 最後使用根根分明的睫毛膏 刷出乾淨、纖長的睫毛 讓眼妝依然保持在若有似伍的狀態 卻可以更加的有神 雖然妝感很清淡 卻可以讓眼睛比素顏時 感覺更加有精神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適合學生化的妝容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分享 歡迎點個喜歡或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到Facebook跟IG找我聊天喔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范希 掰掰